四串菜籽油从几块斤到十多块斤都说自己是资格的 那么我们作为消费者如何来鉴定呢 两点就够了 第一点开泡盆 因为你买菜籽油不可能给人家每一桶都打开 我们开泡盆就晓得好不好 舀一下 凡是泡盆走得慢的 那么就说明这个菜籽油的浓度高 然后泡盆消失得慢的也说明浓度高 那么这个菜籽油相对来讲较好一些 如果你拿了两桶 待到腰了以后可半个小时以上 效果明显的很 第二种就是我们味道 整这个四串菜籽油都是用的压炸工艺 菜籽炒熟了以后放到炸油机里头 直接压出来然后经过过滤流程之后 就是纯菜籽油了 那么这个好的菜籽油 它肯定是有菜籽炒过的圆香的 首先拿鼻子闻一下 它有说这个味道是什么样子的 吃过四串菜籽油的你肯定会有季节的 像不像 第二个更正确的 拿手摘几点 手心上抹一下 搓一下 很明显的你会闻到这种油酷的味道 这个才是好的菜籽油 它其实和鉴别好酒的原理是一样的 如果没有这个原材料 它是没有这个味道的 上次我们这个火焰菜籽油 两千桶上架半天就卖完了 很多朋友说的 这天我们的时间 我没抢多 我没有囤够 没的关系 这次我们又炸了 七顿多将近八顿油 又转了两千桶出来 9月2号上午9点钟上架 这次一样的还是有点小礼物 装到里头的 抢不抢得到 那就拼手术 八不八失败 让菜籽油来说话 好 那 kind 会后来